今天的目标 就是考试的时候他要开车窗 但是我觉得他对他一定会开车窗了 那个声音对我有点 我好像有点那个噪音有点大 开车窗乘着烂 parking 我都得过一遍 都得过一遍 ok没问题 左转右转路线停车车位 凑打轮扣分 就扣几分 就对我印象大 一次一分 一次一分 错的扣一分 居民区二次停车 二次停车扣分是非常严重的 直接就挂了 2way left 打通 ok 我们在海边 执行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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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执行 都忘了 录视频这个事了 很多事情没录出来 起床 去考试了 这个考场不是很大 你不擅长的路边停车 你一定是原地刹车 就是在路中间原地刹车打灯回头 跟右脚弯一样 所以你就不要快 你每次快就进入的快 具体停到极其上 你返回轮太快了 路边停车我就停到10一下 路边停车就是把它压到10一下 对5一下 5 4 3 2 1 就像找车位那种速度 非常慢 5一下 对 进入是45度 反回来45度 而且反的速度又慢 对慢慢 如果你看到它飞着往里走 你再打打 根据现在的概率 你是每次停车都是大 对对吧 离路边远 所以你怎么办 我这边还多走一点 对 或者中间那个点 你让它再靠靠近 里边一点 对吧 往里边一点 就好了 那非常紧张的 你那个脚是踩着刹车 就不让它撞上去了 对吧 你那特别慢 原地减速减到5以下 对 然后回头 然后转 对 其他的还有变道 变道不要把手和那个头 它英文叫over shoulder 一定要回头的 所以 我老是看镜子和那个就一步做了 对对 有时候那个手和那个头一起运动就不行 对对 或者是我脑犯错 就是一次看了镜子和转头 然后再就是啊 转头和手一块动了 对对对 有些让我叫他抱抱着方箭盘 那你也不会弄 对 有时候抓着这个方箭盘 就手往中间放 你就不会拽着了 这个还有这些动作 就是立身起来的 二次停车啊 立身起来 然后趴着看 你其他方面 你觉得有扣分 那你不左右看这个东西 一定要把握住 就是在人行道之前 后过人行道之前的那个点 去看左右 看过来就不要看了 过了你再看 你就晚了 假了 就这样能力 要打方向盘的手法吗 可以啊 比方说我右转的时候 右转就是倾斜45度 然后再把它打直 然后转过弯了 然后就 就是二次停车以后打直 对 然后就一把扣住就好了 扣住 然后车摆 如果你你这把运动过来扣的快 那你就油门放开的去扣 对吧 要不然太急了 一加油你扣 就有点那什么 OK 反正很粗 然后扣着这样 然后车直了 然后再拉回来 你不要一下子拉 你可以拉一半 然后这个手就推回来 这样 这样推回来 对 比方右转弯的时候 先把方向打45度 对 然后二次停车的时候可以90度 对 然后一把推 一把推 少给点油 或者不给油 推 推 然后车直了 回 然后 对 到这再回 对对对对 这样会好一些 有时候它回正的时候 因为你油门没力 所以它 它有点倾斜 它是倾斜着 路是直了 再回正 OK 如果左转弯的话是 左转弯是你手先拿中间 然后先也是打一半 拉下来平行 先是 拉下平行再推 这样好 回 一把就回了 一把回来了 也不要一把回来 就好是可以停一下 回来到这 再回 对 或者你这手啊 松开再重新抓 非常快的 回轮都特别快 对 对对对 都可以 路转 不急于那个油门去加 加起来那一刻 保持 停车起步嘛 是10以内 啊 自由转弯快 是15以下 就可以过度 弯路 知道吧 他这个考草红绿灯 没有直面来车吧 有 不太多 直面来车 你一定要出到中间 等着 刚才那个路口左转 那个路口就是 你不能停人行道 那绿灯不能停人行道 一句话 好吧 其他的就是跟随走就好了 绿灯不能停人行道 比方说我是一个绿灯左转 嗯 我要直接开到 直接开到路中间 等着 让直行车先过 然后我再左转 嗯 我刚才好像坐着 我停到人行道了 对 应该是红灯 如果前面有一部车 就是直面来车了 前面 你跟着另外一部车 他一定是在中间 你在空出人行道的位置 等 对吧 他有走调 意思 他有走调 意思 你再上 上了再看有没有来车 或者是上的过程中 你就知道对面没车就走 对吧 好多细节 其实都在我其他的视频里 如果是绿灯 直接开路中间等的 嗯 除非前面有车 嗯 那几率不大 你一定会考过的 嗯 扣15分 OK 10分 我的要求是10分以下 Defrost是这个 Defrost 我这个是踩下去就 对 Emergency Parking Break 我刚才忘说了 踩下去就锁住 踩住 踩一下 对 然后往上踢就回来了 Release 再踩了一下 对了 刚才忘记了 跟我老公那个不一样 他是按你的 嗯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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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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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